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今天恰巧就是 教育事工纪念祝日 奉献祝日 所以让我有机会 也功逢吉色 怡邦恩教会 从山上然后来到这平地 跟姊妹教会 永福教会一起 在这里 感觉真的是像一家人 真的是像一家人 虽然今天 也是台义、外义都说 他们说他们都听懂 他说他们都听懂 那愿上帝在兴旺各教会 就是兴旺教会的这个教育 这个教育是真理的教育 每一个教育的那个真理的教育 不管是大人少孩都能够被先行 然后能够破除那个宗教的外表 宗教的外表意思 破除了 然后从这当中 都能够生长出一个信仰的生命 所以我们刚才也听到了 我们的那个长老 司会的长老 真的是道出了他的新生 那期待那个新生的一代 可以在圣哥队这里 然后有那一个 一个传承的生命 感谢主 感谢主 希望永福教会 黎邦恩教会 那所有属神的教会都能够欣喜 然后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 在教育里面 那今天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底下我们 我想请问大家 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 在世界有多少国家 有人有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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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 你如果去找一 在百科全书上网去谷歌一下 上面有可能写195 然后上下 195个国家 全世界现在有195个国家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实际上 只有两个国度 全世界虽然有这么多的国家 但是他实际上只有两个国度 就是光明的国度 跟黑暗国度 在我小时候 我已经 我就是不是一个初代的基督徒 那小时候都有唱一首歌 我的心中两个王 看看那个的国家 一个要我怎么样 上天堂 一个要我下地嶺 我们都把它当 到最后唱一唱 好像当德哥了 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信仰的教育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 是不是到最后 他只是一个装饰品呢 有一只小骆驼 一只小骆驼 他就跟妈妈讲话 我说妈妈 为什么我们的睫毛这么长啊 好可爱 这样漂亮漂亮 那个妈妈就跟他说 你们睫毛那么长 就是因为在沙漠里面 有很多的风伤 所以那个睫毛场怎么样 可以帮我们挡住风伤 我说那我知道了 小骆驼又有一个问题 我说妈妈 那为什么我们背后 那后边落桌 后边哪有那个陀光 我们一粒一粒 他说 因为那里面有脂肪 还有水分 所以我们在沙漠里面 我们可以怎么样 走很久很久 然后呢 我们可以不饥不肯 没脚 没脆胆 哦 这样我知道了 还有一个问题 她说妈妈 为什么我们骆驼的脚 下面那个肉啊 那个四只脚肉好厚哦 怎么会这样再厚时 是怎样的 妈妈说 啊 你不知道哦 当我们在骆驼 当我们骆驼在沙漠里面走的时候 有时候哦 我们会碰到流沙 那个沙比较松软 所以呢 我们的肉比较厚哦 可以帮助我们沾得稳 再来就是 比较不会烫到 肉比较厚哦 可以耐那个高温 最后 小落头跟妈妈说 妈妈 妈妈 那为什么我们不在沙漠里面呢 我们在动物园里面 两个经文 我们的宗教教育 如果只是变成宗教 就会把我们的主日学的小孩子 从小养成 就像在动物园一样 我们所教导的真理 就变成刻本的八股的知识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们所面对的 就是一个光明跟黑暗的 一个国度的征战 这个是我们一定 这一定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一定要教的 而且终其一生 我们就在这个征战当中 上帝说 我要给你的是一个国家 各位弟兄姊妹 虽然今天在台湾的基督徒 已经进步到7.6% 但是 我们都还一直觉得 我们基督徒是小群 我们基督徒是这个社会里面很少的人 总是想到他要让我们是这个国家 他不是要让我们这个教会 是不是我们都要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今天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上帝 是创造天地的上帝 他付给我们人类是一个管理治理权力 当这个世界已经生养片片满权力了 那我们这个治理管理的这样子的法则 还在当中吗 没有了 所以以至于 以至于那个 那个太小了 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不明白 上帝啊你到底在哪里啊 我的基督徒哪里上帝都没听呢 这个园人到底在哪里 我们上帝第一要知道就是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保罗说 已经怎么样 从黑暗国度 迁到哪里 光明国度 不好意思 我书会刚才会有回应 因为没去就睡着了 再来就是什么 达过我们的仪式 老实人家会说来做个拜托在哪里 噓 别管我说话 我爱 但是 我感觉现在是一个多元 但是目的就是让我们怎么样 我们能够火热 然后淋雨苏醒 然后我们能够明白懂个真理 所以我觉得适当的这样子 可以的 所以我们信主的那一天 就已经天天处在那个 处在那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了 不管你要不要 当你信主的时候 你就从黑暗的国度 迁到光明国度 黑暗的那个暗示君王 他就心里就不爽 所以他就会征战 你就属在征战当中了 你就这样子了 所以在这个中间 我们知道撒旦他唯一的目标 就是用上帝的百姓成为他的敌人 成为他的敌人 我们看出埃及记里面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好像诗子一节 我们看 那些人帝是上帝怎么叫称呼他们 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哇那哪是 那真的是席家带券有没有 还带着那个锅碗条盆 这样子整个在那个旷野里面 但是上帝除了称呼他们是以色列人 他还叫他们耶和华的军队 可见神怎么看我们啊 神爱咱们吃着他的辈子 不只是辈子而已 再吃着耶和华的军队 所以我们会有说耶和华尼西 耶和华尼西是什么 是我们的元帅 所以我认识耶和华的名 就知道说我们在神里面 我们有这么多的因着神有不同的属性 所以我们有这么丰盛的生命 所以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 像你赶紧的隔壁来说 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 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 耶和华的军队讲说要像这种 要起来对不对 军队是怎么样 有力气的 再一次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 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 阿们 对 因为不管你要不要 你已经在这一场属灵的争战当中了 弟兄姐妹 当你说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 你得救了以后 你就要往那个什么 得胜的路程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不是只有得救 还有一个得胜 得胜 得荣耀到这间见主面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第一个基督徒的第一个侦战 战场是我们的肉体 就是新思意念 今天 葛林德前書聽說有那個堅固的壓制 我們在經濟 來來看葛林德 他這裡說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 但是不憑血氣征戰 我們征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 來自在上帝面前有能力 可以崩潰的營累 堅固的壓制 那是什麼 堅固的營累是什麼呢 堅固的營累就是我們的心思意念 經由你某種特定的思考方式 一直在那邊反覆 你某種特定的思考方式所產生的 混帆的所在 那個叫營累 堅固的營累 想想看在我們的心思意念當中 有多少這樣子的營累存在 那個那就是大大小小的酒桃 我就是什麼樣的人 我就是這樣啊 那個體貼肉體 你說啊我就是這樣 不想要改變 特定你自己有這種的 特別的 特定的思考模式在那裡想想想 到那裡那就是你的金顧營累 所以第一例 第一例說就是家裡要獨立 這也要獨立 所以我們基本上第一個金顧營的政筆 就是我們的狀態 我們的心思 我們的心思 我們的意量 假日的金顧營的 所在 就是天空 鼠林氣的惡魔 這我們比較不從心 我們都比較知道 我自己有剛才有很多問題 很多金顧營 總是我們知道嗎 當我們在這個狀化的地方 狀化有狀化的屬林的氛圍 在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也有你的家庭的屬林的氛圍 在這個車庭裡面 一個社區當中 也有一個社區的屬林的氛圍 這是我們從遺福所書這裡的 我們可以看到的 所以籠罩在我們家庭社區 鄉鎮城市 還有國家 我們台灣 也有台灣的屬林的氛圍不一樣 所以我們從今天所遺福所書所讀到的 我們說怎麼樣 有執政的 有掌權的 有管轄 幽暗事件的 還有天空 屬林器的惡魔 哇 一層一層上去 這個名字好難記喔 這個在希臘文 這些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幽暗事件的天空屬 掌管屬林器的惡魔 他都是軍隊的名詞 表示怎麼樣 這些邪惡的勢力 這個黑暗的世代 天空的邪力 他是非常有組織的 他是用那個軍隊一連一排 沒有當過兵 只有不知道哪一個在前面 班是最小的應該 就這樣子一直上去 把隊一連 然後整個這樣子 排入口三軍 所以我們想想看 這個仇敵 仇敵是有組織的 各位弟兄姐妹 請問我們是不是也這樣子的等待呢 他在等待呢 罪惡有組織 罪惡有系統 有組織 他不等你說 你今天比較軟弱 所以他等你比較堅強 等你全部軍甲戰 正確穿好 再來 沒有 仇敵不熟了 在鼻子前書家說 仇敵怎麼樣 好像吼叫的 獅子 在鼓腰裡面 那個蓋骨 他說那個罪惡在哪裡 聽著門口 所以那個罪惡是怎麼樣 他是站在門口已經在等 那個時候我可以怎麼樣 進到你的生命當中 還有人形容魔鬼的鞋子是尖的 尖頭的 等你把門一打開 他就趕快先把腳 鞋子踩在那裡 你要把門關起來怎麼樣 關不了了 他的鞋尖就打在那個門 所以你要拐握拐的 就撈起來 就成為那種縫隙 那我們可以趁機而入 所以我們一定要明白 明白我們是光明之子 但是那黑暗的詮釋是怎麼樣 這樣子的話就在擺戰 才能夠擺戰擺勝 所以在整個罪惡 罪的那個天空屬靈漆的 這個黑暗邪靈 他是這樣一層一層的 那我們看看 為什麼他籠罩在這當中呢 為什麼這個黑暗的詮釋 沒有辦法 撥開了 因為這個地充滿了罪 那不是耶穌已經來了嗎 但是人還是一直在當罪 所以在以西結書 上帝才在那裡說 我在尋找一個 可以站在那個破口的地方 在那裡守望的 那我可以來拯救 來憐憫 所以這個地充滿了什麼樣的罪 我們看到以西結書 二十二張票中 這個地上有一個敗偶像的 留姑姑人學的 還有什麼呢 還有親慢父母的 被約的 淫亂的 多向弟兄取利的 欺壓寄居的 殘犯人的 各位弟兄姐妹 這些罪只在我們 教會外面發生嗎 教會裡面也沒有這樣的罪 所以這個黑暗詮釋 就這樣子的順理成章 為什麼 因為 所以沒有解除 所以我們仍然是在黑暗房中 有一個見證是在非洲 烏干達這個國家 有一個年輕人 他從小的時候 他媽媽就把他給那個 威怒撒旦 就是成為撒旦的那個祭壇 就是講對整個 烏式撒旦的一個故事 他到當大以後 他後來信主了 分享 他說當他們這樣子 被訓練講成的過程當中 他們會 靈魂會離開他們的身體 所以他到處去 去尋找可以共感的 他說他可以 他們看到那個 基督徒的禱告有三種 基督徒的禱告有三種 所以他們有功 他們很有策略的 一區一區一層一層 然後看到那裡比較 整個這樣子 籠罩厚厚的黑暗 像岩石一般 然後他們就可以下去 去滷月那裡的人 他說那裡有基督徒的禱告 但是基督徒禱告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這樣子 還是很厚的 他這樣子禱告到一半 就消失了 好像爹米一樣 就在那裡面 繞繞繞繞 沒有辦法突破那個 黑暗的那個熔炎 就是那個炎 好像岩石一般的 然後第二種禱告呢 第二種禱告 已經上去了 在那邊好像碰到那個頂了 但是沒有辦法突破 沒有辦法突破 那個就是怎麼樣 那個就是信心太小了 通常這樣子的人 大部分說是代導者的禱告 是有這樣子的能力 已經觸觸摸到那個頂了 但是沒有辦法突破 有另外一種禱告 另外一種禱告就是上去 突破了 然後一直突破 一直突破到最後 好像那個熔炎這樣子 哇 就開了 然後天座就開了 然後說當那個已經天打開了 然後整個光年進來的時候 通常他們就沒有辦法 去擬獵那個地方 那裡心裡 這讓我們吃到的地方 在這個天色 我們的儀道 我們的儀道是什麼樣的儀道 第三種 我在讓大家知道 我們在這個世界的景點 在世界裡面 充滿了隱憂和釋叛 以至於讓我們的禱告 是怎麼會那樣子 沒有什麼力氣 就在這裡這樣子 然後就下來了 特別低胸 在這個世界的隱憂上面 一個情欲的隱憂 有很多熱情網站 還有電影 還有雜誌 連我們不想看都不行 我已經分享過一兩次 我每一次上網去找詩歌 你看找詩歌 這麼一個詩歌的網站 旁邊有那個很清涼的網告 我的心看了以後 一方面很生氣 一方面我也憂心啊 因為找詩歌 不是只有牧師會找 弟兄姊妹都會去找 當他們去找 當那個年輕的弟兄去找 看到那麼清涼的圖片的時候 他會不會點進去 他會不會點進去 還有一個牧師分享 他上網去查 那個聖經裡面的知識 那個找那個香果樹 結果上面一排都是清涼的 然後隨便要點哪一個 他說這個社會怎麼變得這個樣子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去能夠能夠抵擋 知道怎麼抵擋 姊妹在這個世界來的 引誘是什麼 知道不要多花錢 在那個不需要的東西 好像詩歌拉底 走到菜市仔去看看 他說很多東西都不是我需要的 我回去了 那我們姊妹可能在這一部分 要抵擋那個貪婪的火箭 因為我曾經有學生跟我分享 他說不是怎麼辦 我花很多時間在瀏覽 那個買東西的網站 張師大的學生 我是他的舞蹈 對 他也知道那不對 但是每一次一進去 哇 那衣服好漂亮 就點進去 哇 本來只是要看襯衫 點進去又變成有裙子 有褲子又有鞋子 然後配包包 然後就一個接一個一直點進去 後來發現 哇 他花了兩三個小時 都是在那個瀏覽 然後看了沒買 心裡又很難過 然後就又在那裡看 買哪一個會比較省錢 然後又比較 結果就花了很多時間 那真的是在這個征戰 世界我們打仗 我們征戰主要的目標 但是仇敏會用什麼 次要的目標 次要的目標讓我們怎麼樣 本心啦 所以這些戰役 這些戰役那個次要的目標 有時候是從我們自己的那個心情 或是從我們自己的那個個性來的 或者是從習慣來的 但是會成為仇敏的 他手中的那個 他的手冠 被他利用的 被他使用的 所以我們在這一個地方要注意 要你後來知道 所以黑暗國度的征戰 剛剛說那個禱告 那個禱告 能夠通過黑暗國度 就是禱告開始 就是從禱告開始 所以禱告是什麼 禱告就是跟上帝有個別相交的關係 個別相交的關係 禱告 當你禱告的時候 將自己羅馬書12章1節說 弟兄啊 我勸你 我以慈悲勸你 將你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這是非常當然的 我們要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我們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要跟主連結成為祭物 這個祭物是活活的 上到那個祭壇上 所以每一天我們與主相交 那個祭壇上是不是有祭物啊 還是我們的祭壇上那個祭物 已經沒有去那裡了 祭壇 我們都萬人改祭祀 有嗎 教文 中樂會 再強調的是什麼 人人改祭祀 萬人改祭祀 我們既然真正在祭祀 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是真正在祭祀 在這個信仰的時代 所有有軍隊雅宿的人 就是祭壇 也是祭壇 總是真正在祭壇 我們來看我們的祭壇上的有什麼 祭壇有來到祭壇頭前來騙坐嗎 祭壇的屏面有東西嗎 還是祭壇已經荒廢了 我們的祭壇呢 我們的個人祭壇呢 你的家庭祭壇呢 你如果已經 你的先生 太太都是基督徒了 那你們有婚姻的祭壇嗎 那我們教會的祭壇呢 我們為了我們的工作的地方 有沒有一個職場祭壇呢 因為唯有祭壇 你看阿彪拉罕 當他在祭壇上 獻上他所愛的彼撒的時候 也很華麗了 神必預備 神在那裡 神必怎麼樣 必為他預備 對 所以神所要的就是一個 我們願意跟隨 願意舒服的心 在祭壇上獻上我們自己 所以這一個禱告 祭壇的禱告就是 我不是只想吹在那裡 將我所謂 或將我所謂 那是我要明白神的心意 他如果將他自己所要的意義 他如果將他自己所要的意義說 上帝啊 打個商量啊 你怎麼叫我中外獨生子 給我老啊 這生意這個欠了方便去 如果我用一百枝鼓 好嗎 還是一百枝鼓來 我鼓 不是 他知道上帝所要他的就是一個順 所以弟兄姊姊姊 當我們在禱告的時候 是這樣子的一個個別的香蕉 將我們的生命獻上 那我們來認識仇敵 還有他的策略 為什麼仇敵 仇敵他可以在我們的上空 可以這樣攻城略 因為他有立約得到合法的地位 想想看在這個地上 有多少光明的祭司 然後想想看 在我們上海有多少黑暗的祭司啊 有紅國土的祭司啊 經經在那裡繞金那個就是啊 經常在我家旁邊就有一個庭 我不知道在你們家旁邊有 很多教會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教會的旁邊就有很多宮廟 那個就是黑暗的祭司啊 當你等下拜拜的時候 當你等下燒香的時候 他就已經敞開怎麼樣 給那個黑暗全是一個合 合法的詮釋能夠進到 進到這個我們所祭祀的這一塊地 所以非常簡單 我前幾天剛好在 為一些非常簡單上課 那你講到說拜真神的那個 要記住的 不記住啦 拜吃神的 記住沒好 一直記住啦 其實不是記住沒好 他們拜那個偶像 其實他已經敞開 像黑暗全是敞開 某一方面他就已經讓全黑暗全是來到這當中了 所以我們有什麼 我們認識神的要怎麼樣 拼命討告 我們愛比這個賊大的命運 所以把屬靈的惡魔 他是邪惡進入人的心中 管轄又愛前世的世界的 使人看不到 看不到真理 掌權的 他掌控那個權力 掌控那個黑暗的權力 後來犯罪 掌權的掌控那個 那個勢力就是使人犯罪 好像那個捷運那個鄭傑 這一個青年人 他就是在那個盼生命當中 他的那個掌權責已經不是盼自己了 有那背後的幽暗的權勢在那裡掌權 再來執政的晚霞整個國家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仇敵 他是有策略的在這當中 所以我們更要認識我們神的心意 神說我在尋找一群人 能夠站在破口當中 在台語說 找帽子的人 躺來圍牆 在我的陰情 為了這個國 聽到我聽到的地方 讓我無照顧你 上帝在尋找 上帝在尋找 人願意在那個破口當中 弟兄姊妹 我相信 不只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發現有破口 在你的家庭 也會有那個兼顧的營能有破口 在我們的地區 在我們的教會 在我們的城市 還有在我們的國家 當地在尋找 如果你願意興起站在哪裡 神要與你同在 我們一定要相信 靈界發生的事情會影響物質界 靈界發生的事情影響物質界 物質界所有的這些現象 其實在靈界都已經轉動了 已經在運行了 所以我們要跟我們的神保持 是一個相交的關係 透過你的親近神 透過你願意獻上你的生命 透過你時常在那裡讚美 因為以色列的聖者 是以讚美為寶座的 當我們與神相交的時候 我們就明白神的心意 明白神的心意就知道 我們成為祂的後裔的 祂是要賞之列方列果 給我們為基焰 而不是只有 幾點點而已 上帝說 祂要給我們 祂的幫祂 我給你基焰 我們要去得到 我們要去必須 要去拿 所以當我們願意 當我們願意在神的面前 開始禱告的時候 除掉那所有蒙蔽在滾上面的帕子 最後我要跟大家分享 無法穿透這些帕子 那個遮蔽的禱告 是什麼樣的禱告 不饒恕的心 不饒恕的心在我的內心裡面 祂會成為阻礙 會成為攔阻 會成為那個酒陶 再來就是嚇嚇 恐懼 所以我們可以藉這個 你就來檢視了 為什麼我禱告到最後 會越來越沒有力氣了 第一個有不饒恕的心 想想看有哪些事情 可能有人得罪你 但是你一直都還很記在心裡面 沒有釋懷的那個就是 再來就是 第二點就是恐懼 恐懼在這個世代 占據所有人 大人恐懼 小孩子也恐懼 怕怎樣 對給流行敗 年輕人也是啊 現在手機一直出啊 現在還出那個什麼 六顆蘋果的 然後呢 什麼4G的 然後一下子一直擔心啊 很怕 然後一下子流行這個 一下子流行那個 也很怕穿出來好賭喔 這個整個恐懼是抓住 這個是在所有人的心 你就要看有一些人光鮮亮麗 裴詠俊啊 少奶殺手 吃奶殺手對不對 聽說裴詠俊喔 沒五分鐘就要補妝一次 無婚精就要磨粉一下 那個心裡面 某一方面也是怎麼樣 一個恐懼啊 害怕失去那個完美的外表 所以這個恐懼真的是無孔不入啊 包括那個高材生啊 或者是做高位的 還有對底下的 所以喔 在這當中 我們要知道如何靠著神 真的是贏得那個穩妥的心 在我們的心裡面 除掉那所有一切的恐懼 再來就是愛睡啦 跟我們在哪裡的時候 一禱告就睡覺 有時候我們也會自我安慰對不對 感謝主 愛惜在主的懷裡 但是你如果終其一生 禱告都在睡喔 要睡 要靜醒啦 要蘇醒 要蘇醒 因為不只是你肉體的疲倦 你要檢視看看 可能在靈裡面也睡著了 基督徒我們知道我們靈有體 最重要我們靈要蘇醒 有時候一個人雖然肉體 他有殘缺 有時候我肉體雖然生病 但是上帝說 我要讓你的靈復興啊 所以這個靈是跟神相通的 是不受那個外面吃五穀 看白的 我們絕對吃摩果 吃菜色都會生病 但是我們的靈 上帝應許我們 我們的肉體要怎樣 直接直接衰敗 但是我們的靈要怎麼樣 要心生 要一天心事一天 再來就是例行性的禱告 例行性的禱告也無法通過 那個黑暗這一個 這一個堅固的那一個看法 例行性的禱告 什麼是例行性的禱告 我沒有請禱了啦 例行性的禱告 都不知道要在路上 就是這樣啊 在路上就在那一行啊 表示怎麼樣 每天我在你的生命當中檢視 神到底是不是已經在動工了 已經在動工了 所以我們要除掉那個例行性 再來就是購物單式的禱告 這個媽媽等女教會 我兒子需要找工作平安啊 要趕快交女朋友 趕快婚姻啊 我的什麼什麼婚姻啊 就是購物單 好像你要去家樂府買東西有沒有 就開始 我今天要買醬油 我要買鹽 那個什麼 拿著那一檔買到上帝的 上帝啊 我希望我要買車子啊 要貸款啊 什麼什麼什麼 購物單式的 再來就是心不在焉的禱告 心不在焉 可能嘴巴只在那邊禱告 但是心已經不在 所以這樣的禱告 剛剛那個烏甘達的青年 他已經看到了 那樣的禱告是怎麼樣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常常感覺到 我們的禱告 為什麼上帝不隨便 有啊 上帝說 你再用力一點 你再用力一點 你先求我的意 你先求我的意 我就要將這些所有的 夠誤單都要給你了 但是我們日間都會 拿夠誤單啊 很怕這間沒去耶 上帝說沒有啦 他還看得更高耶 弟兄姊妹 我們成為一個基督徒 就在那個高度 但兄弟 你是天天 萬里天你的邊 萬里的國民角 所以那一個高度 有出來基督徒的高度 雖然我們只有7.6% 可是我們知道 我們的耶和華上帝 他向來都是用少數的人 他向來都是用少數的人 你看所有那些的佩神 在那個高度裡面 夠罪了 只有兩個人 只有兩個人進入江南地 所以上帝在這個時代 從以前到現在 他一直一直就在尋找 對於全世界來講 我們一點都不多 即使我們全台灣都信主了 會不會太多 不會啦 天堂永遠不會覺得太擠 對不對 天堂永遠不會覺得太擠 所以發布的 我們全部成為那個怎麼樣 熱心愛主的 我們的禱告是這樣子 熊熊烈火直通到神那邊 然後帶來天開 將天敞開 將神的光照耀在這世界 阿們 所以當我們每一次在說 耶穌啊 願祢再來 願祢再來 當我們在讀啟示錄的時候 我們說阿們 阿們 萬里的福音 搞那個新天新地 再來的時候 我們的心 有那樣的熱氣嗎 我們心有那樣的熱氣嗎 我們心有那樣的熱氣嗎 各位弟兄姊妹 發布得我們每一個人 能夠成為在神面前站立的人 能夠在神面前站立的人 就是如伊西傑所說的 那個站在破口打道的人 就是如驕傲文說 祢要將自己的生命獻上當作國際 成為能夠戴下神的同在 當我們如果能夠在神的面前 是站在那個破口當中 獻上祭壇的倒靠 就能戴下神的同在 使我們所在的地方 能夠在幼暗當中顯現出光明 即使那個仇底的攻擊 我們也不害怕 因為我們知道神與我們同在 那個與我們同在 在我們裡面的 發過那在關面的 Amen嗎 Amen 感謝主我們一起來祷告 Aleluia 主我們感謝讚美你 主謝謝你 拣選我們成為你的孩子 主謝謝你看我們每一個人如同軍隊 主要求你加征我們力量 求你開我們的眼睛 知道我們今天所站立的地方 主你對我們每一個人是有心意的 主要發揮得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 能夠抓住神你的心意 進入到你所賞私給我們的命定當中 主按著你所良給我們的恩賜 按著你所給我們的才能 主我們不是空戰地圖 主我們不是在這世界上 積極營營 乃是知道我們成為光明之子 我們所面對的 是一個黑暗的詮釋 主啊願你來 主願你的光照耀在詮釋 主啊願你的光 藉著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的見證 藉著他們的生命 藉著他們的生活 照亮在他們的家庭 在他們的職場 在他們的學校 在他們的世周圍 Hallelujah 願你榮耀會給你 願你的國度全品榮耀 降臨到我們當中 主我們歡迎你 主我們謝謝你 主我們願意跟隨你 這樣禱告奉靠耶穌基督的名 耶 祢 贏 貢 貢 財 財 或是 政道一案五令 應該一定是行